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瘫痪了一大半 有剧本在手持着就继续拍下去 但如果正在写的剧本 现在就停了 影响是不是即时看到的 可能到了下一季大家才看到 下一季可能会停播 或者延期这些情况出现 编剧公会这个罢工 我想要开一集跟大家讲究竟 因为很复杂 牵涉到很多权益的东西 但有两件事我觉得可以特别拿出来说 第一件事我们刚才提过 就是串流平台的数据不透明 为什么编剧公会要就着这件事 来向这个影厂 或者老板他们提出 这个数据必须要透明呢 跟电视的收视数据不同 全部东西都有得跟 因为机制成立了很久 而且有很多市场上 已经有计划的机制 去追踪这个收视 也有很多公司专去做这件事 但是串流平台 在电视业界的历史来说 其实相对较短的 都是近十年的事 现在业界是没有一个机制 是可以很准确 准确 图好准确 追踪这个串流平台的收视 通常每一个节目 他们串流了几多分钟来计划 推算观看人数是多少 这个问题就是这里 我刚才说的一件事 估计和推算 这两件事 相比以往的收视数据 得出来的准确度 那些公司都说 只是一个教育者货币 不准确的 这个牵涉到一件事 因为片厂近几年 尤其是疫症的时候 不是很愿意公开这些串流收视数据 这个牵涉到 就是编剧工会 现在争取的一件事 因为以往 他们有一个叫Restadual的机制 去计算他们的额外收入 比如编剧我接了一个项目 我收了一块钱 我完成了这个项目 我交了我收了这块钱 但这个项目拍完之后 譬如在它播放之后 它有重播 在重播的时候 他们是可以收到所谓的Restadual 即是重播的时候 如果它播了几多次 那他们是编剧工会的会员 是能够分成的 即是他们是有一个收 即是你想像一下 好像出唱片或者是书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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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拍电影那样 有时候演员是有得分红的 是的 那他在说那样的就是 有多少人看就可以再令我有钱 因为你说到电影我有票房金 即是没有那么容易被片厂 去manipulate这些 data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公开数据 但问题就是串流这些很多都不是公开数据 那Residual怎么计算呢 没得计算 串流基本上现在是没有 好像是不纳入Residual的计算 那这些编剧就吵得很厉害了 如果一个观众看完又看 看完又看 即是Screaming 又先 Screaming 又Screaming 但他编剧的收入都只是一次 那跟以前计算Residual的方法很不同 是 那现在编剧工具第一件事 正在争吵的就是这个 这个串流数据必须要公开透明 不是因为他们追求公开透明 是因为如果你不公开透明 他们就没法计算到 他们这个Residual 是怎样向片厂收取 所以他们要求一件事 就是这个数据 要有一个比较公开透明的方法 现在不是只靠几间机构去谷谷一下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AI 大家有很多 包括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做节目也是靠AI 是 但AI不是万能的 虽然说我们固好全能的AI 但AI不是万能 比如我们自己做节目 我们也要修正一些字 是 有一个说法就是 这个大家不知道要不要留意到 Tom Hanks有一段访问 不知道他是赞AI 还是提出一个业界的忧虑 Tom Hanks就说 即使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或者我脑都不能再演戏了 但是现在的科技可以将我的容貌 我的声线 重新组合成 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角色 而这个角色可以继续扮 Tom Hanks演下去 饲演其他角色 好了 这个牵涉到一件事 就是AI 这是幕前 幕后也是一样 那些片厂说 究竟可不可以用AI去代替編剧 去写故事 这个有一个论则在这里 大家觉得科技很先进 这个应该随时可以发生的事 但大家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AI写的剧本 大家愿不愿意付钱 我们先进去戏里面 是 AI能不能够理解到 这麽复杂的人类的感情 一些感情 或者一些动机 等等 他写不写出来 第一件事 好了 如果AI的出现 这个就直接会影响到 现在编剧的生计 如果片厂真的批准了一些 AI去写剧本的 software 或者API 或者什麽都好 这个就会直接影响到 编剧的收入 不是收入 是编剧的生存 所以他们也站出来 要限制AI 在电影行业里面的使用 即是 片厂用AI 必须跟工会去谈 当然也有其他 不仅是这件事 我们讲到一些 所谓mini room 即是pre-production development的东西 当一个 正式成为剧本 之前 有一个development stage 他们有所谓 編剧的mini room 但mini room 又是不受保障的 他们又希望将mini room 立入保障 其实还有很多这些 细细的东西 不如我们再开一集 节目和大家 整理了介绍 白锦工那时突然间 有电影公司出声 说他们想用AI 去写电影剧本 接着到白完工之后 找一些編剧去调整个故事 我也有跟你说过 这件事 有人提出了 如果有本联手去调整这些东西 就很可能违反了 編剧公会的手术 对吧 嗯 这个争拗我们再说 但是 现在編剧主要集中就是 这两大议题 还有很多其他有关权益 因为很多年未修正过 这些跟片厂的交易 所谓的 理解是什么 最低工资 我一说最低工资大家就明白 他们很多年没有跟片厂重新认定过 这些计划 现在其实冰封三尺都非一日之寒 其实现在因为很多东西都存在 现在 只不过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东西 变成一个临界点就爆发了出来 上一次編剧公会罢工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是十几年 应该是2003 是吧 还是2004 先看看 说的是20年前 上一次跟片厂坐下来聊的时候 但是问题就是 编剧公会罢工不仅是牵涉到编剧公会 现在连演员工会 都在酝酿罢工 我用酝酿罢工 他们还未去到罢工 如果你有留意 这些交易报道 演员工会 现在是向会员收集 一个授权公司 就是授权公会 就是授权公会 其实演员工会 这个有点不同 不只是剧集或者电影 他们也包括了 新闻节目的幕前的报道人员 幕后的编辑 就是这样的 他们现在向会员收集的一个公司 就是公司 可以向片厂提出 大家要坐下谈新的条件 否则 我们就集了超过一个半数的会员 授权我们 发动罢工 这个就麻烦了 如果编剧工会 罢工未解决 而演员工会 又真的加入 基本上 整个行业 可以说是停顿的 因为刚才说过 有写下来的剧本 其实现在是继续在拍的 中间你还听到很多新闻 因为有很多制作人 是几重身份的 他也是制作人工会的成员 可能是制作者 或是表演 但他同时也是编剧 但问题是 同时是编剧 他也是工会的会员 牵连到 他要暂停放下 这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 又是回到星球大战 Andor的制作者 因为他本身是编剧工会的人 编剧工会发动罢工 他就必须要跟编剧工会一起罢工 但问题是 同时是制作者 又是表演 他就要连这些东西 都要放下 否则他就被同行攻击 这个新闻有很多 Tray paper也有报道过 Deadpool的演员 也是有份参与 Deadpool第三集的剧本 和对白的创作 然后他也说 因为他也是工会的人 所以第三集拍摄的时候 只能跟回剧本 他不能拍摄的时候 突然间爆肚 去讲其他对白 这个牵涉到修改剧本 其实是爆肚 跟香港很不同的 其实编剧不是 只是前期制作才会在 现在荷里活在 后期的时候 其实他有现场 是有Dialogue Editor Dialogue Editor 其实也是编剧工会的会员 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也说 我后期制作的时候 我戴着面具 我说什么补复都可以 因为他们现在 其实荷里活 大部份的电影 都是先拍摄的 是啊 期望的东西 是后期的时候 如果有问题 是啊 其实荷里活制作 是讲什么 荷里活制作 什么都可以放在一边 最重要的是什么 Schedule 因为你不按Schedule来拍摄 就牵涉到钱了 所有不按Schedule的东西 等好就是 over budget 你会花多了钱 如果你不按Schedule来拍摄 所以荷里活最重要的是 天大一样就是Schedule 这个日程表 拍摄日程 所以荷里活制作 迫远无奈 都要先拍摄 在后期的时候才再 譬如这个编辑工会 白员工才再整理 但值得留意 就是现在 这个幕前的演员工会 都说 要跟片厂 再谈谈一些新的内容 其实也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Tom Hanks那件事 AI究竟如何处理呢 一个演员如果来了小 但是他的容貌 他的声线如果是变成数码化的时候 可以重新合成 变成一个AI的人物 这个人物的 超障权 版权 税收 各种东西究竟是怎样计算呢 是计算到他遗族 还是片厂拥有 片厂拥有 是create AI的人 还是怎样的 这个真的是很大件事 就是一个全身未知的领导 所以现在 演员工会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谈谈这件事 目前的AI运用 这个牵涉到 譬如报新闻的也会有影响 所以 发展我们继续留意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闻 其实牵涉到我们看流行文化 这些事情都很大限 那 儘管看看 演员工会 又要加入声援 因为近期说到Star Trek 就是拿Star Trek 来做一个例子 就是大家 Star Trek近期 他的showrunner Terry Metellus 和一众演员都非常红 于是他们在Twitter 拍他们自己 去声援这个编剧工会的罢工 Jerry Ryan 即是阿七 他拍了一个片段 讲解 为何他们会来 声援这个编剧工会的罢工 他又说得非常好的 我们将这个放在这里 大家看看 加上字幕 没有什么 我们 作者 没有什么 没有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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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工具 这些编剧工会 这是非常重要的 编剧工会 他们的编券 应该 Rouge 达到这样 一些则的租款 menjadi一个 创造成 perfect 也就是很重要的 雇用 都会在这些手段 和灾开 三个小时 看到有一个 中国的工具 亦都说得非常有力 总之整件事我们就继续留意 究竟这个演员工会会否加入 和Studio争取更好的Terms 这一个工潮 有关罢工由于发展真的太过戏剧性 这段就比较新鲜 是很新鲜的 7月14日是保禄这段新闻入来 刚才说到这个演员工会也可能会加入罢工 可以查了可能的两个字 7月12日他们就和影厂联盟的谈判 宣布破裂了 双方都形容对方是没什么诚意的 影厂方面也出了声 希望联邦调解员就介入 即是三个老闆 迪士尼的老闆 华立Discovery Channel的老闆 和Netflix老闆三个人要求联邦 喬解员加入这次谈判里面 这个是两天前的消息 即是今天星期五 我们星期三晚出的新闻 但片厂方面的方法 好像是想扔死罢工 是的 Studio就是想不理不理 就扔死罢工方面 演艺人工会也都出了声 其实就是说Studio那边 其实是没有兴趣和他们谈论任何事 透过这个 即是里面官方的那些人出来 说回那些 说电影的那些网站 其实对 你譬如上Hollywood Reporter 他有一个List 就是Studio开出什么条件 的而且在部分的地方 就对一些群众演员 或者是一些需要讲对白的 即是临时演员的 薪酬和家福好像很可观的 他也都加了一些 譬如健康保险 这些保险的东西 但是有一部分的加薪 其实只是适用于 一些他们所谓高价的制作 其实受惠的人 可能人数就是比较少的 是的 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辣酌演员工会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AI 是 片厂方面就说 这是一个ground breaking 即是突破性 即是史无前例的一个 protection 即是对于演员的 那条款就是什么呢 一个群众演员 或者背景演员 我们俗称的WALAWALA 他就去一天的工作 他快一天工资 但是在那一天里面 如果片厂将他的人 刷了之后 变成一个AI 的Digital Rebicca 或者Digital Alteration 即是数码整容 嗯 他就只是可以拿到那天的工资 但是片厂 就会拿到他这个授权 以后在任何制作 都可以用他这个Digital Rebicca 是 意思就是什么 其实割九材 你做完一次之后 就永世不用做了 是的 演员工会就觉得 这个是很剝削性的一个 即是offer 不可以说是offer 直接是一个很剝削性的一件事 因为你人声 就已经可以找AI 证据到人声出来的 如果你有3D object 基本上就真的不用演员 再在现场 就可以在后期 找mocap 所以演员工会 刚才Jerry Ryan 讲的就是 对着AI这件事 现在演员的保护 其实真的很小 因为基本上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 即是连人大声都啸出来 是的 那这些东西怎样 保障 保障 你获得的授权 而原声的人 或者演出者 是得到一个公平的 即是公平的 即是compensation 或者他的 薪酬是公平的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那也有消息 即是今早突然间 看罢工的消息的时候 书哭里面其中一个 編剧也出了声 他收到制作公司 给他的尾数的支票 尾数的支票 其实只有396美元 应该是那些分红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是的 即是基本上 对一帮正在工作的人 是很无保障 因为有些数 真的要算 算到最后 他才会分给你的 是的 即是你不理他电视剧 或者什么 收不收得 或者说一说 今次罢工的规模 其实WGA 即是这个編剧公会 就有11,000会员 但如果 其实不是如果 现在是演员工会 SAG都加入的话 SAG是有16万会员的 所以基本上 由这一刻开始 很多荷里活的制作 其实都陷入了一个停工的状态 已经叫停了 譬如我们昨天说的 Lennon Son 那套电影 奥本开麦 奥本海默 是的 即是他首映的时候 都发生了一件事 是的 即是原本 首映之前 那一小时 那些演员都齐了 在外面红地毡那里 接受访问 以及拍照的 但当电影在电影里面 首映的时候 Loran就走出来了 Loran就已经说了 说演员就走光了 对 演员就走光了 就已经要罢工了 所以这个罢工是非常严格的 除了限制演员参与拍摄之外 一切的公众亮相 其实都是停止了 是 那你刚才说 就是我们在off mic的时候 你不是说 那些con那些东西 toycon 说明所有演员 是不能出席的 是的 即是包括亮相 签名 是 各种各样东西 都不会发生的 是 即是今年是没有东西 除非是短时间搞定 是否断了所有收入呢 是的 其实是的 但是你又不要小看工会 工会其实是有一个津贴 发给参与罢工的会员 等它们维持到日常的一些基本开支 但是studio 和工会 不断打扔 是不能够打死工会 这个是一个问题 因为其实那个 津贴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津贴 其实工会 每年都会收会员会费 是的 那我们存在一个很大的沿路 也有钱和基金 有一部分是除了营运之外 有一部分是遇到这些时候 工会可以发津填给会员 但如果大明星都参与的话 那就刺激了 因为很多大明星都是无底心谈的 究竟能不能够用拖延的方法 去解决工潮的问题呢? 我自己觉得有一个问号 最终可能真的要联邦调解员的加入 麦迪文出声会支持 然后我们的台署麦克霞美 已经在一个多钟前出了铺 他会参与这件事 之后就已经很多电影 电视剧都已经即时停了 之后第二季《The Salman》就已经立即停了 第二季接着就是《Marvel》的现在拍的三部电影 又是立即叫停了 《Deadpool》第三集 说之前其实他们已经在害怕会罢工 疯狂趕拍 是的 一个星期七天 每日24小时赶拍一部电影 怎料早几天放完狼人的照片之后 现在就已经即时叫停了 接着《冰与火》外转 即是HBO那套《House of the Dragon》 第二季在英国那边拍 他说有部份演员都是在工会的会员 所以其实都应该很大机会会停局 英国工会就已经说明 有机会加入美国工会的罢工行业 加拿大也是 加拿大那边的演员工会都出了声 其实会蔓延的 不排除烧到澳洲 因为澳洲也有很多片厂 有拍摄基地在那里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值得留意的新闻 二型电视剧在曼谷那边 砌好设计 打算开工拍 都已经立即叫停了 这件事应该大到 收不到科 因为工会在今次的态度似乎很强硬 因为他觉得影厂 香港的高层就年年出很丰厚的 bonus 但是作为一些基层的 从业员 保障就非常之微薄 他们就觉得非常之不公平 尤其是现在进入了串流年代 即是年基本 究竟你赚多少钱都变成一个不透明的 程序的话 就是程序根本不透明 他们就觉得被剝削 其实在行业里面这么大型的工业运动 自1960年来到现在 都是第一次 1960年那次 都发生过一个工潮 当时领导演员工会的主席 就是朗露燕根 现在领导演员工会 罢工运动 他们的主席就是 Frank Thresher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演员 1960年来他有一个很出名的 司机叫做The Nanny 所以现在他有一个卓号 就叫做The F**king Nanny 他有一个卓号 在整件事上 他是走得好前 现在站得好 他亦都获得会员 以及他们演员工会的 执事会一致的支持 即是在那里投票 进行罢工的时候 是 所以其实 双方都闹得几僵 我相信 补回几句 刚才不是说 Studio的高层 人工不是很高的 这个就是刚刚 因为迪士尼的老板 Bob 就已经 说明自己续约 就会去到2026年 就已经说 他年薪是2500万美元 之后每一年的 奖金 就已经是之前的5倍 这两天 他都出的声明都比较 爱理不理整件事 之后另外就是 今早 都有人出了 今早就是 之前美根电影公司的老板 就原来 和 HBO 那个老板 的CEO 两个 CEO 就走了去打猎 谁知道 就知道 因为你 这些 都已经 罢工了 极速 就已经 删除了 网民 就已经 极速 结束了 镜子 不知道整件事 搞多久 不过 长远来 来计算 今年都仍未是很大影响 因为今年的电影 之前已经拍好了 大部份 是的 TALK SHOW 其实就已经 因为 编剧工会罢工 那些TALK SHOW 就已经开始播 仓底货 或者是 重复之前那些 节目 其实 明年 就会开始 很麻烦 可能没什么 电视剧 看 或者 没什么新的电影会出现 有的 但就不是美国的 是的 我们之前说过 Netflix的影响比较少 因为其实 Netflix 也有一部分的制作 是已经去海外 可能会多了韩剧 那类这样的制作 就会在Netflix 平台上出现 就填补回 现在因为罢工时 很多 即是 戏停了 但是 有人 出声就说 韩国那边 都 不是很喜欢Netflix 就是这样 拍摄 即是太多 令到他们的 薪酬 和其他东西 都跌得很厉害 是的 他们那边 想出声 即是工作的环境 越来越差 是的 罢工我们继续留意 我们下个月 的月刊 我们会继续 因为变化 都很大 是的 大到有点 有点害怕 好 还有呢 说到迪士尼 迪士尼 很大刀斧斧 之后 剪走了 差不多 十几 二十 五十几 电视剧电影 那些东西 在Tc Plus 落架 全楼落架 是的 其实原来说 有报告 即是 报告 显示 其实它落架的原因 是要帮迪士尼省回15亿的开销 是的 即是有机会 可能继续上的话 它就要交税 是的 所以其实这样就 省了15亿 的税收 我开始明白就是 为什么之前 HBO 不是突然间 大量东西落架的 是的 有机会都是为了这样 而省回税 省回税 这个也挺有趣的 找一下资料 看看 跟大家 大家有一天可以 讲回 因为之前突然间说 落架之后 有一份会计报告 出了华纳已经 还了债 收支平衡 是唯一一个 应该是说暂时 是唯一一个 它那个 订阅数 还有 有钱赚的 就是Netflix 之后就是到华纳 其实不知道 有没有关系 你这些东西 真的 不知道 他们说 串流的数据越不透明 税务 越难评估 他当然是 收多你 比收少你 是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这些东西 都 挺复杂的 一样 Tray Paper 都不会 经常说到 看看 刮下有没有资料 可以 和大家分享 讲开华纳 讲少少串流平台的东西 华纳 它现在 合并了之后 还叫做 Max的Apps 有消息了 原本说 其实香港应该开启了 但原来香港 和台湾 应该是今年年尾才会有 Max这个 服务 可以 大家登记 是因为原来是 HBO 很高的 在香港 其实是 在约中的 约中的 订购人数 是 达到35万 所以其实 现在是有机会 和 约中的 谈谈 究竟怎样 将那35万人 谈过去 HBO Max 不是 Max 所以应该在搞 但是 很大机会是年尾上的 OK 因为之前 你知道DCD Plus 都搞了很久才能上架 香港 串流方面 Netflix 终于 杀到香港 不可以再分享币 但是原来 就有一个 避免的方法 原来 之前 大家都在想不到 他怎样分享币 可以 他怎样查到你收钱 香港原来 查的币 币 就是 他没有三种不同的收费 模式的 最便宜的 标准和高级用户 原来 是说 标准和高级用户 是可以分给人的 标准是可以分一个币 不同的 高级币 是可以分给三个不同住的人 他是不会查的 他现在应该是说 收28元那个 最便宜的币 就是要看广告的 我想之后他会 行这个 但是 他不是说DCD Plus 加回一些资料 刚刚想起来 DCD Plus 杀了那五十几套 电视剧 电影的 然后他说有机会 年底会公布一个新的 收费方案 是会给那些长期订的用户 未知是什么 就是这样 散装消息 散装 又是长期会说的 另一位日本的 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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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坚 他又突然间 在他自己的Twitter 出了 一张照片 就是 又画了19页的 草稿 不知道 是不是上一次 我们有 说过 找了个脊骨医生 看过 但是他出了一张照片 又整个月 没有再更新 他的Twitter 是 不知道 他是不是在宣传 他大阪 那个富坚展 我们之前没有说过 富坚以博的展 是 大阪那个 展览 都应该差不多开了 他那个Twitter 都出了 有些新的精品出了 开始宣传 如果大家 回到大阪 去开大阪 就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 什么时候开始 以及 希望 不帮到你买票 我们之前 录节目 当时也有听众问我们 有没有代购买票 很对不起 跟大家说 我们是没有代购 或者试试 或者试试找旅行社 有一些旅行社 帮大家可以买到 吉卜尼 博物馆的票 是 他们也可能有方法 帮你们 订到 订到票 票也不奇怪 但我想你要 给他三个日子 例如这个日子 这个时间 的slot 满了 你下一个 想选哪个 总之 你给数个选择 他帮你试试 怎么样 手续费方面 我们没法只知道 你要问 那些旅行社 是 接着 第二个 讲到附坚的 就讲到美田 就是 少年章 《One Piece》的作者 之前 他 用AI 去帮忙 量 这个 《One Piece》的故事 讲笑 就说 AI 作出来的故事 很闷 但是 就说 我会尝试用这个方向去想个故事 他亦都在 《少年drum》里面 画了张图给 读者 就说 大家都知道之前 《One Piece》 未会有这个Netflix版的电视剧 是 就出了 之前好像说 是的 因为很多人 看完试片之后 就不明白故事 讲什么 以及不知道在做什么 之后 他 美田 好像说 CG都被人批评得很重要 是的 美田就出了声 他现在就跟着 这个后期制作 他说他要过到自己的关 之后才会给大家看 是 但是他出完这个铺之后 过了 十几天之后 《少年drum》里面内页 就突然出了一张海报 就是 他们坐的那个《梅丽浩》 电视剧版 就写到明是 Coming Zoom 就Netflix 不知道是已经搞定了 还是 不知道 Zoom有多Zoom 是的 Coming Zoom Netflix 就说明是很想 是今年上的 是的 但是 真的不知道 因为 如果搞得不好 就是这些灾难 已经灾难了很多次 Netflix 每一次改变 像圣斗士星矢那样 都已经是灾难 是的 之后就到 银影转 一个月前 Twister 突然间出了一张 爱奇艺VIP 会员的 帖子 就是说 他们现在 拿了 应该不是 不是Twitter 应该 不知道是那些 内地的 平台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应该是 微博 还是什么 那类 我和你 不去看那些 但我多数都是 在Twister 拿到这张图 应该是人家 推荐那些 是的 接着就是 说 银河英雄传说 就会拍电视剧版 是 接着有作者 还是 不是 田中方雪的经理人 是 出版社的经理人 是 出声说 说 没有这件事 查无耻事 是的 查无耻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不是呀 那个帖子在 Twister那里出的 Twister东方书店 东京店那里出的 是吗 是的 竟然有这些事 我截了那个画面 然后安达 安达 最重章 就是他经理人 不记得什么名字 是的 接着就出声说 说是 没有这件事 是的 田中方雪的 事务所的代表 是 但是很奇怪 之后好像说 要道歉的 他们 要出声说道歉 是他们自己不清楚 已经发生什么事 你说出版社 还是 安达 就是事务所 他们是没搞清楚 发生什么事 是呀 为什么呢 这个故事就有点复杂 那 当年他 应该是德加书店 真的卖过版权 给 内地一间製作公司 就拍银英传的真人版 说了很久 至于怎么拍我就真的不知道 真人版 我想不到内地可以怎么拍 是不是粒个金色的假发 就是来因哈特 我想象不到 对不起 但是 过了一段时间 都没拍到 一般来说 这类的合约 是会有一个 就说 譬如你多久 买了 但是不拍的话 那你这张约 就会 expire 那你不拍的话 版权就自动 归属 去出版社 是 是 出版社可以再卖给其他人 当然如果你选择续约 譬如 我还在开展 你选择续约 你有优先权 就续约 但一般来说 过了某一段时间 可能五年 可能八年 看看你怎样写 你不拍的话 权利 你就当放弃 出版社就会收回版权 故事就是 本来买了版权的公司 就收了 嗯 听我说爱琪是不知怎样 acquire了那间公司 剩下的 就包括这个 银英传的版权 但是究竟 他都说要找一张约 出来看 究竟其实 权利是 expire了 未 所以这一刻 他都 有些 未有最新消息 迷惑 自己都 他都要 看回文汉律师 各样东西 去看 但是你说 大家都很奇怪 说是一个 即是内地竟然可以 看银内英众传说 哇 真是 大家都是 哇 哇 我想如果有听众 有看银内英众传说 都知道 就是田中芳树 即是无论你看小说 或者是动画作品 你都知道田中芳树 的观点是怎样 即是银内英众传说 就是经常被人 讲成是一个 什么叫 政治学的小学教材 是 很多人 都是看银内英众传说 即启蒙 对于社会的运作 或者是 政治方面的东西 究竟是怎样 而 在银内英众传说里面 田中芳树 不是去 批评 究竟一个 我们叫做 Ovotarian 即是一个 威权的体制 和一个 民主的体制 即是两个体制之间的利弊 是怎样 很多时候是经由 杨威尼 其实杨威尼是田中芳树自己的 Orter Ego 经由杨威尼的口 就说出来 小说里面有些提到 我们在政治 讲政治的人口中 也经常听到 究竟是 这种威权的社会 表面上 你会觉得有效率 短期 但是 也很依赖 掌权的人 究竟是一个 一个严明的人 还是一个 只是在这里 玩权力的人 还是一个 根本就是一个 傭人呢 他亦都 批评民主的体制 究竟 好处在哪里 和不好处在哪里 当然 我自己的理解 就是田中芳树是 Pro 就是民主体制的 那样东西 而 这里有剧头不都不怕 《銀河英雄传说》 故事最后是 你知道两个 主角其实都是死的 杨威利比较早一点 那莱恩哈特就 好像阿历山大那样 病死了 但是在死之前 表面上好像是 杨威利那个阵营 就是民主阵营输 最后的威权体制 就是 银河帝国 是获胜的 但其实我有 另一个看法 我觉得不是 其实我觉得是 杨威利赢了 因为杨威利最后 是 经他的样子 实践他的理念 他将银河帝国 即是他说服了 临死之前的 来恩哈特 是银河帝国 应该转换成 君主立宪制 是 即这个国家 不是个领导人说了就算的 是应该有一个 宪法 大家去遵从 就好像 英国那样 最后 来恩哈特死之前 就是交托了 所有立宪的东西 交托给 王妃去处理 其实 王妃其实是 以前的秘书 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但是他 自从嫁给 来恩哈特 成为王妃之后 因为他也很自重 他知道 不可以 树立一个先例 就是 王妃去干预 这个朝政 否则就会牵连 很多东西 即是 他很熟读力士 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 他就将自己 变得很低调 但他其实是 一个很有能力的 女性 来恩哈特的最后的违缘 就是 立宪的东西 全权交给王妃去负责 是 所以 而 杨威尼 剩下 他们的阵营 就有一个 或声 就变成 自治的 领域 所以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其实杨威尼 最后 是赢了 是 因为 他真的 somehow 他的理念 得以延续下去 而 也能够说服了 来恩哈特 将银河帝国 变成一个 君主立宴的正体 嗯哼 是的 因为 他经常说 一件事就是 人类如何延续下去 是 好了 我们征服了整个宇宙 或者大片 的宇宙 究竟 我们还要在这些 这样的问题上 折腾多久呢 不同体制 究竟哪一个好一点 哪一个差一点 是的 哪一个有效率一点 哪一个没有那么效率一点 效率重要 还是 公正性重要 所以 很奇怪 你一听到 某个地方会拍 这个银河英雄传说 的真人版 就真的 所有银河英雄传说的迷 我想都即时 都得到 究竟有多少 可以说 有多少 不可以说 呢 应该 我自己觉得 如果就算真的被你拍到出来 对 沿着 精神的 损害性 都应该是 非常之大 好了 先说到这么多 再说下去 不行了 再说下去 就 上门拍门了 如果你说银河英雄传说 都 改成这样的话 其实 我也想起就是 流浪地球 未已经拍了 两集电影 是 其实他拍不到 那结果 结果结果 结果结果 都是差不多的 是 是 是 不说了 那些都是不说着的 是 大家有时间 无所谓 有他拍 还有还有 你上次说 哈利波特 日本那个 是 哈利波特 日本那个 主题公园 都 差不多开了 有火车站 都已经整个火车站 的 运动都转了 做哈利波特 我们就会 出一张照片 作为一个宣传 应该是池代站 是呀 为什么选池代站呢 因为池代站 我猜一下 因为池代站的象征 有一个吉祥物 就是一只猫头鹰 是的 猫头鹰在日本的 文化语言里面 代表着幸福 当然猫头鹰也代表着智慧 我想他们选池代来做 可能就是因为猫头鹰 那样东西 因为他很多 DISPLAY上的东西 都会有 你刚才说的猫头鹰 那样东西 是的 那个图案 所以 都是应该有 有个意思 也挺有心思的 有个意思 是的 是的 暂时日本那方面的消息 都 先说这么多 外国 还有一宗 新闻的 有些散装的 散装的 就是阿洛索尔西加 现在还在帮助 Netflix 有一套新的电视剧 以及他自己那一套 纪录片 还会在Netflix上的 是的 有朋友 以及我有家人 是看了 电视剧的 有朋友就说 就是一天 最好有48小时 那位朋友 96啊 48 48你哪有用啊 那他又说 他说是96 他就说一套很闷的 接着我有家人 看到一半都已经说 很闷了 那我就说一句 如果他不是电视剧 而是一套电影的话 把这些故事拉紧一点 可能会没事的 是 阿洛索尔西加在这个 接受 访问的时候 就说这个 他会退休了 他真的不会再做 Terminator了 他说其实之前那两套 《未来战士》呢 都已经拍得很辛苦 那就已经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嗯 同一时间呢 阿詹斯·金马伦呢 其实上一集 即是拉斯那套 《未来战士》 其实是阿詹斯·金马伦做监制的嘛 那就有呼声就说 其实他现在已经写着 新过一集的 《未来战士》的剧本了 但是他说 现在停了 是因为AI的发展实在太快了 他想看清楚 究竟AI 是怎样发展下去 才会继续写 新一集的《未来战士》的故事 是 迪士尼方面呢 其实我们之前没有说过 《冲梦》第二集 已经开了绿灯的 是 是的 在谈谈究竟怎样拍的嘛 阿凡达的监制都走了去跟导演和女主角谈谈 究竟第二集可以怎样 即是用阿凡达第二集的技术 看下可不可以搬到下去 《冲梦》第二集那里的 但是《未来战士尼》那边呢 就出声要求 《尼尼·金马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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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未知了 就是不想 《尼尼·金马伦》 是的 继续跟着下去了 是 其实现在《尼尼·金马伦》 的故事 但是 迪士尼就出声就说 因为他第3集和第4集 剪了出街的 上电影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 他想 剩下那些 不要的片段是会出电视剧 在《尼尼·金马伦》里播的 这些是 暂时的消息来的 未知究竟是坚定楼的 《尼尼·金马伦》和 《尼尼·金马伦》 大家也有 有些这样的消息 是的 《尼盈》呢 《尼尼·金马伦》 《尼尼·金马伦》 电视剧就差不多拍起了 但是导演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 其实可能 整套电视剧里面 大家不要期望会看到《尼尼·金马伦》 就是因为其实 他的女儿 就走去问他爸爸 为什么大家 已经看了这么多电影 还有《尼尼·金马伦》 又有《尼尼·金马伦》 就已经对《尼尼·金马伦》 不再陌生了 那为什么 你要拍一套 没有这个 恐怖感的电影 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只怪兽是怎样的 还怎样会有神秘感 在这部电影里出现 所以导演就说 其实可能 想在第二季 才会出到《尼尼·金马伦》 是的 又出多了几张新的草图 4月那时候 还会有一天 是我们叫做《二刑日》 那导演呢 就是电影的导演 426 就是拍电影的导演 其实就在一个 太空仓里面 就出了 426 出了一张照片 就是泡面虫 就拿着 那些 拍板 就是拍电影的拍板 就上面写着《Happy Aliens Day》 导演就接受访问的时候 就说他这部电影 其实是会直接 转到我们熟悉的 那4集二型电影里面 和《普罗米修斯》那2集电影里面 的故事是会将这两样 连在一起 还有这个 Predator 的电影就是 AVP 原来在 霍士未被迪士尼收购之前 7年前其实就已经做起了 一部AVP的 电路动画 但是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在冰箱里面 就没有出街 有消息就说 有机会会 上架了 在Disney Plus 里面 但是负责 这个 制作的导演就出声说 其实这部电影 7年前已经做起了 没有人知道 究竟为什么 这部电影没有出街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出街 还是新的 CEO接受了之后 把所有东西 其实你拍了 没有出街的东西 全部都找出来 打算 看看可以怎么样 拍了就不要浪费 是 如果他们觉得 OK的话 就继续出街 也是那句 喜欢看的就继续看 不喜欢看的 不要浪费时间 是 讲起 金马龙 他真的 不知道对他的冲击 有多大呢 就是最近 AI的发展 他是第一个 几乎 几乎 他未必是第一个提出 但是他几乎是将这东西 放了上去一个 令大家 惊恐的 状态的东西 是 就是这个 他说到AI半变 SkyNet会毁灭全人类 现在也有科学家 出来联署 说要限制AI的发展 否则人类就玩完了 其实很害怕的 你知道我们身边 Chris Euron 如果我觉得 有一个人要出来 宣传AI 有威胁 我认识 他出来说话 他一定是代言人 我认识 大家都会相信他的 而且是 或者是阿洛书的 大家会相信他们两个 不过 就是说笑话 这样 但是留意一下AI的发展 因为 以一个 几何级数 那样上 最近 不是呀 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 Netflix里面 之前有套叫 狗和男孩的 Animation 其实已经是AI有份 帮忙做 是 日本方面就直接 有文化书是 用AI AI画 AI画动画不难的 我相信就会有的 应该有的 你们这些画师 只是做了Keyframe 设置下一个Keyframe之间 他自己画 譬如现在 你那天 给我看 Adobe Photoshot 现在出了一个功能 可以将一格 你一幅相 扩大 扩大的意思是 他帮你 帮你制作那张照片 看到周围的环境 他可以帮你 扩大 你用咒语 咒语是 那些Keyword 是 可以变成 Adobe Adobe Elon也很着重在Photoshop 做这件事 咒语要问Kris Kris很厉害 Kris现在变了咒语师 是 魔术咒语师 在加速着 他让我看 可以有这个 上员AE的 MS Girl 真的看到我眼睛都突然 他真的很厉害 好 找一个 Session 找Kris 来分享一下 怎样可以成为周围的意思 教你怎样用 是的 是的 说回 最后两宗消息 有一宗是 华纳兄弟影业和 NiuLine 收购了 中土 出版社 托尔金家族 那间公司 决定了继续 拍摄魔界 其实 之前 Netflix 是输了给 亚马逊 所以亚马逊 现在 继续拍摄魔界的第2季 女主角的女演员 女主角的女演员 这几天接受Twister的访问 就已经说 他已经知道 整套电视剧最后 结局是怎样的 只不过是 他拍摄第1季时 已经知道结局是怎样的 还有就是 是 第2季其实现在 正在拍摄的 但是 我们刚才说的 编剧工会 编剧工会 还没罢工 说得明白了 编剧工会的人 不会在现场 但是电视剧是会继续拍摄的 华纳那边 冰与火 还会继继续拍摄的 其他外转冰与火的故事 已经即时暂停了 说回魔界 魔界 会继续拍摄的 亦会继续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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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电影 但是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 原本故事去 支持整件事 有机会可能 这个创作也是空白旗的 是呀 就是创作 但是有机会 托尔金其实在桂桶里面 写下了一些东西 只不过是 他可能有一些评论 通常这些作家 真正写的故事出来 他们有很大的评论 可能如果可以凭那些评论 创作到的故事出来 我想找 Peter Jackson的团队 没人更适合 说到Netflix那边 查道 其实之前曾经 出过很奇怪的预告之后 原来他是 进行这个包场 让他拍摄 那几套华立的 Superman vs Batman 然后 正义联盟 那几套电影 大家不要期望再有消息 就是说 华立会卖版权给Netflix 让查道会继续拍摄 那几套 他版的正义联盟第2和第3集 因为Netflix已经公布了 查道的新动画电影 他搞完这个《丧尸大军》和《弱雷》 《弱雷》之后 就会拍这个北欧神话 《诛神王昏》 还由法国动画公司 去帮忙做制作 他真的不用再搞 华立的动画 也有大把 自己的电影体力出 对 对 有游戏也有其他事 不要再要求他再回来 对 《丧尸大军》也不会被他做这件事 对啊 说到《丧尸大军》和《华立》 最后再说这句 温子仁这几天接受访问 因为Fresh在美国那边上映了 开始上映了 温子仁就接受访问的时候 说 因为《丧尸大军》坐正了之后 他拍那部《海王》第2集 就已经重新再修订 结局去迎合 《丧尸大军》的结局 《丧尸大军》的结局 即是《海王》第2集的 即将结局配合到《丧尸大军》的结局 对啊 但我又觉得 其实《丧尸大军》也改了很多次 因为之前有首映 《华立》的高层里面 看过《丧尸大军》 其实是不知道在做什么 不管了 到时先 对啊 到时先算 到真实出街 其实第1集那时候 也有过这样的传门出现 是 就是这样 最后呢 最后有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Michael J. Fox 有一个访问 最近 Apple Plus 那个 其实有点伤感 他说自己 你知道Michael J. Fox 有一个 迫迫症症的 在搏斗着 一路 他说自己现在 已经跌倒得 比较严重了 可能不会过到80岁 对啊 这个访问我把迫迫放在下 大家 如果有兴趣可以进去 看看 毫无论 Michael J. Fox 都是 陪伴我们长大的 其中一个 我们的明星 是 这个有少少伤感 所以 他接受访问 他也说 大家想一想 有人问他 他想不想到 《 Back to the Future》 重拍 他也 跟大家说 其实 有什么原因 去重拍 这套形影 其实好的东西就是 他有点意思的 我觉得 大家有时间 可以 花点时间 看一看 之前预告 和他 出来 出席活动 那个时候 其实 他那个情况 都比 之前 见他差了很多 他有一次 走出来 他有一次走出来 是有教授 有 Christopher Law 和他一起 是呀 要扶着他走 是呀 是呀 其实都差了很多 是呀 有机会可以看一看的 其实 Apple Plus 也有很多东西 因为我这段时间 都安装了Apple Plus Apple Plus 的电视剧 都很肯 是呀 洗半 是呀 Foundation 第二季 是呀 是呀 还有 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神之水滴那个 刚刚结束了 有些旗票还没走 那些 Tales From The Loop 那些 是呀 我知道 我都未有空再看多次 那我们还有很多旗票 阿凡达第二集 我们都未 是呀 未走 是呀 好 不是 我们会慢慢慢慢走 要等嘉宾呀 那个 是呀 嘉宾很忙 是 我知道 那就 是呀 大致上是这样 是呀 这个 贵刊是差不多 不过我们 打机 揭翻 Microsoft的收购有进展 在美国刚刚联邦法院 就裁定Microsoft和FTC之间 的争拗 Microsoft是胜数的 意思就是 除了欧洲 美国方面的障碍 现在都掃除了 法院的半词 我们下个月的时候 我们再总结 这个Microsoft这件事 因为它现在和英国方面 英国的监管机构又开始退态了 哇 有得谈 只要Microsoft 就是 重组过这个 收购的建议 一些部分 它有可能 会 不反对的 这样 因为先前也都Microsoft 恐吓过 英国政府 不排除把所有英国的业务 撤去欧洲 这样 这个又是释怒二代 我们 另外是打机那些 你又在打机 你打着这个 Jedi Survivor 是呀 是呀 爆了 我看回原来我打了 24个小时 是 会有什么的 不是厉害的 就是想知道故事讲什么 是 因为故事是 涉在第3集和第4集中间的时间来的 是呀 亦都要 弄到一点点电视剧 有提到的东西 是呀 还有 我小时候最喜爱的角色 又是Boma Feather 是呀 打完之后希望 有些东西可以跟大家说回 是呀 可以分享 做一集 上一集 上一集 就是这个 Foreign Order 这一集 Survivor 加回故事 so far 是去到哪里 他之前是第2集出了 就已经有呼声说会有第3集 是三部曲 是 跟着 亦都有人说要求 男主角和男主角说 可不可以 就是要求 Star Wars那边 是将这个系列变成电影的 噢 那就未知啦 因为第2集 其实第3集 Game 就很有可能了 Game 就一定有的 是呀 只不过 这一集的口碑非常之好 是呀 你找Luke 帮忙拍电视剧 是呀 他有一个广告 两个 两个 是呀 有两个宣传片 是呀 是呀 这个又是挺有趣的 放在这里先 让大家看看 这还要吵人了 那是 记者 你呃 那是 你呃 你呃 在默奈 BD-1 says no excuses Hold it You get two lightsabers? Technically one, but I can split them You never gave me two lightsabers Mark? Duck Okay, now use your force powers to pull that sphere I really don't need you to explain the force to me discussed about what our V Oz next one Thanks a few of us аст one, I will send details optimum and we willcribe and share 빠�owanie actually the public the volume is really huge Micclic and background VISCOב the the stories would connect Cocci is and refers no need and the newspapers are connected but the movie is not at all yes so there is a lot of difference 我們遲些再錄重盤零事的時候 專門登錄一集 對,專門登錄一集重盤零事的時候 因為這個人是很傳奇的 我們真的有給大家看大量的書籍 我們要整理消化了 那就遲一步了 先爭取大家 好,我們剛才說過了 罷工的消息我們繼續跟進 盡快這個月尾我們會出到 下一期的月刊 就回到六月和七月的消息 就是合併號 剛才說的一件很刺激的 什麼? 是說Cavin Kennedy被人炒魷魚 因為那些東西不能收到 就要放兩個星期大假 連電郵帳號都被人鎖 是,是傳聞 但是接著又有人出來說 不是,Cavin Kennedy 是會離開Lucas Vim 但是他會接任 駱駱駱駱成為迪士尼的CEO 但是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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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 他的約是去到2026年 所以我覺得這些傳聞 一切都是聽聽就算 但是你說 2026之後 Cavin Kennedy 有沒有機會接任CEO 如果這樣傳出來 我就很害怕 好,今個月的消息到這裡為止 是 大家保重身體 因為忽然之間多了人流感 是呀,很多人病 我今早到街 整夜經過診所 是排到很恐怖 是呀 日本也有同樣情況 明明不是流感季節 但是有一個流感的 spike 所以大家都小心身體 是呀,保重身體 是呀,病一病真的很傷 是呀,傷到很久才能復原 現在很糟糕 好了,今集到這裡 好 下集我們再回來 繼續 說其他事情 是呀,繼續 那就 找數 找數 好了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我先預告 我遲些可能要搬屋 所以節目有些 有些佛書氣順 可能要錄定一些 譬如做些簡單開箱 即是我們 嘗試了 我們現在 希望大家喜歡 希望大家喜歡 只是開箱 沒有背景 短短的 對 即是短短的 可能做過簡單的開箱 因為有時候 未必有些大型的東西 可以說到的 可能一些短一點的開箱 或者有些 有些逛街片 可能只是看過展覽 沒有聲音 希望大家喜歡 好 有什麼就留言 留言分享 我們會盡快回答大家 好 下集回來再見 拜拜